我彩票中奖了,一个亿,没敢告诉任何人,打算等到七夕那天,给异地的老公一个大大的惊喜。 于是打电话问老公有什么计划,没想到老公电话没接,转头却发了条朋友圈。 却瞧那么远,牛郎也会累的吧,眨眼的功夫,秒删了,随即便将定好的餐厅位置发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沉默了一会儿,决定假装没看见,毕竟等他知道中奖的喜悦之后,七年之痒也不过如此吧。 好不容易等到了七夕,我盛装打扮了一番,远远便看见穿着丝绒正装的身影向我走来。 心里暗暗窃喜,老公知道我好这口,他还是爱我的。 然而那身影越走越近,才发现来人十分高大。 仔细一看,我老公哪有那么帅。 男人优雅地向我递来一只玫瑰花,女士,我不买花,想坑我钱。 再帅也不行。 他瞳孔一震,缓过来后,灿然笑道,不是,我是,也不办卡,那人再次被震住,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莫名的战斗欲似乎被点燃了。 他索性拉开椅子,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那能把你的微信给我吗? 然而我的礼貌也到极限了。 不可以,我还要用,男人一愣,彻底被打败了。 两家升起的酒窝,甚是好看。 然而,我现在却没有欣赏美男的心思。 我心急地看向门口,生怕错过了老公的身影。 那我们来点餐吧。 他熟忍地拿起菜单,仿佛这本来就是我俩的约会一般。 我一手打断了他,你干什么? 你是犯托吗? 专门骗女人钱的,你再这样我就要报警了。 虽然这么说,可我拿起手机,打的是老公的电话。 别呀。 都是误会,你听我解释,男人顿时紧张起来,伸手便来抢。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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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一阵夸张的复古铃声在餐厅里响起。 寻声望去,墙角的屏风后半蹲着的,不正是我老公。 你怎么会在这?老公脸色尴尬地爬了出来。 指着那男人和我因为抢手机,莫名握在一起的手,我早知道你心里有鬼。 不是,你听我解,我急忙甩开男人,向老公走去。 离婚吧,她甚至不愿等一分钟,听听我的解释。 甚至后退了半步,避之不及。 但她手里的镜头却开着,默默记录这一切。 再想想那个怎么甩也不肯走的男人,我恍然大悟,这老油条在给我设局。 我紧紧拽着兜里的彩票,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 离就离,七年的老公开心地原地打滚。 搭讪的男人却追了出来,细心递来纸巾。 对不起啊,是朋友介绍我来相亲的,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利用我。 她挠挠头,你要是还想挽回的话,我去帮你解释解释,我看着泪钱这附上好的皮囊。 无奈叹息道,就你这条件,也需要相亲,谁信,年满三十,离意无娃,没车没房,工资五千,我这才是相亲范本。 怎么样?相中了吗?她笑着扶我离开,没有说话。 那天醉倒之前,我朦朦隆隆之中,却听到了回答。 你呢?相中了吗? 等我醒来时,身上盖着那件将我迷得七数八道的丝绒外套。 我心里大慌,一手掀开衣服,幸好,该在的都在。 我还以为成为富婆的第一天,就要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了。 外套上传来淡淡的薄荷清香,混着威士忌的味道,清新而凛冽。 扣,扣,扣,这一大清早的能是谁? 莫不是我那死鬼老公其实身患绝症,推开,我后却后悔莫及。 要是他肯跪下认错,倒也不是不可以给他送终。 我兴高采烈地奔着去开门,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份冰冷的离婚协议书。 他竟然急得一天,都等不了了。 再有妄想,我就是狗。 你看下没啥问题就签了吧,我翻开协议草草扫了一眼。 房子归你,渣男点点头,钱都是我出的,有问题吗? 可房子的装修是我花的钱呢,渣男倒是理直气壮,那有本事你就带走咯。 反正,你这品位也实在,见我瞪红了眼,他没再说下去。 车也归你,渣男这次更自信了,你又不会开车,要了也没用啊,可那是用我的彩礼钱买的呀。 你好歹折价给我吧,他有理有据地分析道,彩礼还不是我给你的,说到底不就还是我的,这算盘珠子都已经打到我远在黑龙江的姥姥脸上了。 然而好死不死,渣男偏偏要在我雷区上蹦跶,要是当初你愿意生个孩子,我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当初。 当初求着我结婚承诺爱我一辈子,想不生就不生,舍不得我受苦的,原来不是人是狗吗? 就在憋屈地快要爆炸那一刻,我摸到了兜里的彩票,心一下平静了下来。 感觉我的身后都闪耀着智慧的佛光。 默默计算了一下,一个亿就算是挑最差的理财,不计付利,老娘每天也进账五千四百七十九块四毛五。 再跟她浪费一分钟,都是对我富婆人生的涉毒。 行,我牵,渣男脸上的兴奋几乎要飞起来,真的,但是在此之前, 我麻利地操起了墙角落灰的高尔夫球棍。 哐浪一声,进口的水晶灯碎落一地,五彩绚烂。 叔父,你干什么? 渣男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乐了,我这不是品味差,又带不走吗? 省得你看着难受,渣男千挑万选的中古屏风,咋。 奥地利进口的玻璃推拉门,咋。 至爱的土耳其通铺羊毛毯,咋。 渣男急得跳脚,想要阻止却对棍棒无可奈何。 你在这样我就报警了,这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气得牙痒痒的渣男抬手就往我脸上甩来。 我闪躲不及,吓得闭上了眼。 然而,那巴掌却迟迟没有落下。 是昨天那个男人,他利落地抓住渣男的手, 还不忘护着手里刚买的包子,顺手递给了我。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随意买了点,喜欢。 我可太喜欢了。 就他这副英雄就美的传奇模样, 就是给我一碗豆汁, 我也愿意一口闷下。 渣男气绿了脸,简直想跟我拼命, 你们还真的勾搭上了。 啪,我反手一巴掌落到渣男脸上。 就你这人渣,还轮不到你来给别人品头论足。 说吧,我拉起男人的手,扬长而去。 等我走出了小区,才想起还有事情没做完。 随手在路边操起一块砖头, 转身就往车库去。 看着车里土不拉击的那时, 他竟然还敢吐槽我的品位。 确保这玩意已经完全变成一堆废铁, 我满意地向监控摆了个笑脸。 要说有什么美中不足的, 大概就是这种帅气还得付款吧。 我遗憾地咨询。 从昨晚到现在,一共十五个小时, 我该付你多少, 他该不会真的给我算双倍吧。 他玩耳一笑, 你还真把我当, 啊,下河那颗恰到好处的美人质, 越发衬的魅惑。 我傻愣在那, 那,所以, 现在可以给个微信了吗? 何须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 真是灿烂。 手机微信跳入一条新信息。 你好, 我是魏然, 本以为和渣男的最后一次见面会是在领离婚症。 没想到一星期后, 他就急不可耐地来落我的眼。 准确点来讲, 是人渣前夫的现任, 找上了门。 这天我照常到花店上班, 一个打扮新潮的学生妹走进门。 看得不是花, 满眼打亮着我。 美女你好, 请问想买什么花吗? 女孩盯着我, 校业艳艳, 我是来订婚礼用花的, 那可是来了大单啊。 我急忙谄媚道, 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真是幸福, 学生妹似乎很是受用, 满身高傲, 像你这种中年妇女吗? 是羡慕不来的了。 我默默回顾着上一段婚姻, 我可是真的羡慕不来。 钱难挣, 是难吃。 我尬笑着接过她的婚礼现场方案, 一翻开, 发现竟全都是天价用花。 没关系, 使我也能吃。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再次和她确认, 您的方案十分高级, 所以总体花费相对有点高。 需要您这边先预付, 这个没问题吧? 哪想到女孩竟然就爆雷了?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说我负不起吗? 我连忙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少看不起人, 待会儿我老公来了, 自然会负, 说曹操, 曹操道, 可进门的身影, 还真是熟悉呢, 可不就是我的倒霉前夫吗? 女孩娇撑着向男人奔去, 老公, 这意外的情景, 看了可是要长真眼的。 我嘲讽道, 还真是厉害呀, 离婚证还没到手, 就已经着手准备婚礼了, 诗敬。 诗敬, 前夫哥脸色尴尬, 毕竟当初可是他给我摆了局, 他小声怨到了女孩身上, 怎么选到这来了, 人家就喜欢这吗? 女孩黏乎乎地挂在前夫身上, 向我看来挑衅的目光, 可是店员看起来土土的, 我不喜欢你, 叫你们老板来, 原来是来下马威的。 我毫不畏惧地对上他的视线, 不好意思, 我就是老板, 我们店在市区的闹市, 生意一直不错。 在我中奖前, 老板就已经想退休了。 我本来还担忧着失业, 结果却直接翻身成老板, 前任嘲讽道, 你是老板, 别笑话人了, 你哪来的钱, 我一时语色, 现在倒不是让他知道, 我有钱的好时机, 我借的, 前夫松了一口气, 我就知道, 你要是借了高利贷, 可别连累了我, 以后电话打到我这, 我可不会去缅电捞你, 我勉为其难地挤出一丝笑容, 放心, 你未来能接到我的唯一电话, 就是丧礼祝辞的时候, 学生妹很满意, 成圣追击, 老公, 我就想要这个, 好不好吗? 前夫哥眼神闪躲, 悠悠问道, 多少钱, 小妹妹娇称道, 一点都不贵, 全场包了五万八千八, 前夫哥心算了一会儿, 还能承担得起, 皱着眉头答应下来, 小妹妹高兴了, 对着前夫哥又是巴唧一口, 想当初年轻时, 我和他路过轻货的路边摊, 十元十朵的玫瑰花, 看了半天, 他硬是没舍得给我买, 还美其名曰, 留着吃雪糕不好吗? 如今都蹦到我头上拉屎了, 我再不让你大出血一趟, 我就不是人, 其实, 我真的很羡慕你, 肤色这么白, 这一款厄瓜多儿, 肯定更能衬托你的气质, 我将平板递给他, 翻出了全世界女人都无法拒绝的一张图, 就是价格嘛, 稍微贵一点, 但我猜你老公肯定舍得为你花这个钱, 小妹妹果然两眼发光, 笑得洋洋得意, 前夫哥却慌了, 满头大汗地凑上来, 这, 多少钱, 不贵, 给你打个前任价, 十万包场, 前夫哥差点吓出了尖叫, 十万, 你怎么不去抢, 他怎么知道我就是抢, 前夫哥脸都下白了, 拉着女孩到角落, 我这是二婚, 不能这么高调的, 女孩委屈得不行, 可你说, 我想怎样都可以, 把搭把搭的眼泪就往下流, 也不知道, 前夫哥答应了什么条件才哄好的, 转眼间, 他又骄傲得像只大公鸡一般, 算了, 你这里的花看起来不新鲜, 我换一家, 真是可惜, 到手的大单跑了, 我装作大气, 没关系, 正好对面新店在搞活动, 特惠套餐可能比较符合你们的要求哦, 女孩当场再次暴躁起来, 你别以为人人都像你这样, 黄脸婆一样, 只关注过期打折的特惠餐, 但我对天发誓, 我真的没有嘲讽的意思, 我兴兴道, 道也不用这么动气哈, 主要是那家店也是我的, 所以顺便给你打打广告, 这回, 两人是真的被选得无话可说, 最终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然而最搞笑的是, 他们最终还甄选了我新店的特价套餐, 据我的员工说, 前夫哥还敲咪咪地说认识老板, 帮忙给打个折, 我精明的员工可不会错过看任何一个笑话, 当场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可好不容易哄好了新娘的前夫哥, 怎么可能再次惹火上身, 只好吃着哑巴亏, 付了原价, 婚礼那天现场远比想象的要小得多, 新员工经验不足, 紧急求救, 我只能勉为其难地出席了前夫的婚礼, 好巧不巧, 我只是经过迎宾夕一次, 就被前夫的老同事们认了出来, 嫂, 微微姐可真是大气, 竟然能和颜悦色地出席前夫的婚礼, 咱们续哥好福气, 我尴尬地陪着笑, 真后悔赚了这笔黑心钱, 那微微姐包的红包肯定不少吧, 我歪头想了半天, 我给她免了配送费, 算吗, 同事全愣住了, 好一会儿才打趣道, 咱们微微姐还是一样疯去, 该不会是来抢婚的吧, 大家哄堂一笑, 气氛好不愉快, 就在我想要找条的凤钻进去的时候, 一双大手揽过我的肩, 自然而然地将我纳入怀里, 你怎么待在这? 走吧, 该迎宾了, 抬眼望去, 下何处那颗熟悉的美人质映入眼帘, 我惊喜地问道, 你怎么在这? 她笑笑不语, 一路将我带到桌子边按下, 可我坐下才惊觉不对劲, 这可是主桌呀, 爸, 这是我朋友, 庆薇, 也是这次婚礼的用花提供商, 我紧张地搓着手, 乖巧地挤出一句伯父好, 伯父看起来压迫力满满, 实则人还怪好嘞, 礼貌地点了点头, 就让我坐下了, 然而苗到伯父胸前戴着的红花, 我更慌了, 我扯着魏然的衣袖, 将她叫到桌下, 她是你爸, 那新娘, 她点了点头, 我妹, 我着实大为一惊, 那你明知新郎是谁, 你还, 她的眼睛笑成了月牙, 记得, 懂了, 狗血剧, 要是他们知道了, 我就是新郎的前妻, 真是刺激, 魏然让我放松下来, 宴席是我亲自挑的, 你放心吃吧, 看你忙一天, 都饿瘦了, 主人家都忙着四处招呼敬酒, 结果就是主桌只剩我一个人在吃了, 当我插起鲍鱼大块朵鱼时, 插花的员工路过撞见, 敬佩地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老板, 你是真的牛啊, 蹭饭都蹭到主桌去了, 完了, 我黑心资本家的形象, 这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很快, 新娘敬酒到了主桌, 见到我那一刻, 打扮得像公主一样的新娘, 还是憋不住, 瞬间面容猙獰起来, 你怎么在这儿, 谁让你坐这儿的, 伯父疑惑地打量着我们, 前夫哥更是慌张, 怯懦地看着老丈人的脸色, 然而当他看到赶回来旧场的魏冉, 叫出一声罢时, 脸直接吓成了丧尸, 是我带来的, 我女朋友, 怎么了, 你, 新娘都快气鼓了, 却看了看伯父的脸色, 不敢发作, 用我聪明的小脑袋刮想想就知道, 这小女孩肯定是瞒下了他老公二婚的事实, 眼下, 也只有干瞪着我出气的份, 前夫哥不情不愿地举起酒杯, 朝着比他要年轻个五六岁的魏冉叫歌, 魏冉并没有接话, 向我洋洋头示意, 前夫哥被逼无奈, 向我低头, 嫂子, 感谢你们来参加我的婚礼, 未然满意地接过敬酒, 你们这杯酒, 我喝下了, 祝你们白头到老, 天长地久, 慈穷的我勉强凑了个热闹, 祝福, 所死在长辈们震惊的神情中, 痛痛快快地仰头喝了个满怀, 咱们一家子和乐融融, 好不畅快, 然而报复很快就来了, 新娘表演环节, 小妹妹将我叫上了台, 嫂子对我特别好, 不仅亲力亲为地帮我布置婚礼现场, 更说好了会给我准备特别惊喜, 现在我就将舞台交给嫂子, 大家掌声鼓励, 不明所以的台下观众纷纷欢呼, 其中要数钱夫哥的旧同事们叫得最害, 这分明是将我架在火上烤啊, 正当我抱着同归于尽, 视死如归的决心, 在分手快乐和单身情歌之间犹豫徘徊时, 魏然上台了, 别紧张, 你待会儿就跟着我弟节奏, 一束追光灯打下, 宛如银色的瀑布落在我们身上, 一不知遥的音乐响起, 魏然在我耳边数起了拍子, 一二三, 向前, 四五六, 后退, 转圈, 本来手脚不协调地像个机器人的我, 也能跟上魏然的拍子了, 他今天喷了陈玉的古龙香, 旋转之间都是阴暈的香气, 一时之间, 场上仿佛只有忘我的两人, 一曲中弊,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台侧等了许久的新娘, 脸都快气紫了, 随着动感的韩曲响起, 他只能不情不愿递上了台, 毕竟是他准备了很久的热舞呢, 咔, 突然, 随着一声怪响, 全场灯光都轰然关闭, 正到高潮的舞曲也戛然而止, 工作人员跑进来道歉, 不好意思, 你们租用的舞台设备已经到时间了, 新娘站在舞台上都快要起风了, 你们怎么不提前通知, 我要投诉你们, 员工难过地委区道, 我刚刚已经和那位先生通知过了, 他说了按时结束的, 顺着他的指示看去, 被众人交点包裹的前夫哥,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硬着头皮解释, 本来时间刚好的, 你非要临时加戏,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新娘对前夫哥翻白眼, 他满不耐烦地叫嚣道, 我家钱, 双倍总可以了吧, 可工作人员却十分为难, 不好意思, 我们都是有排期的, 您这样续会影响到下一场宾客, 眼看场面越来越难看, 工作人员却突然定神盯着我, 两眼直发光, 这位女士, 请问这个徽章是您本人的吗? 随着她的目光探去, 大家都聚焦在我包包的钻石徽章上, 这是咱们酒店CIP的象征, 目前在集会员不超百位, 要是您愿意的话, 可以使用会员特权马上办理, 周遭的目光肃然起敬, 本要专阔的新娘, 这下可气疯了, 就她, 前些日子还在贷款呢, 有些穷鬼呀, 就别想着在别人的婚礼上装大款了, 会章该不会是偷的吧, 工作人员疑惑地观察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谨慎地补充道, 要不我再去确认一下会集, 您的会集好事, 看着我一脸迷茫的表情, 周遭顿时沸腾, 新娘更是得意, 期待着揭破出丑的戏码, 也怪我, 第一次做富婆, 我也不清楚CIP是个什么玩意呀, 我不过是踩点时来过这家酒店, 顺便睡了几天总统套房, 刚好又在顶层的SPA碰见了酒店总监, 就把徽章送给我了, 我当场给酒店总监打去电话, 解释了来龙去脉, 三分钟后, 酒店的值班经理便匆忙地跑进会场, 在人群中找到我面前, 按着工作人员的头, 双双笔直的九十度鞠躬, 陈女士, 总监已经给交代安排好了, 刚刚是我们工作失误, 给您赔罪, 一刹那, 全场灯光亮起, 宛如响亮的巴掌打在新娘的脸上, 她都快被弃子了, 等一下, 众人纷纷看向我, 我可没有说要续, 刚经历职业危机的工作人员很有眼色, 只消十秒, 灯光再次熄灭, 前夫哥本还想来攀几句关系, 却在刹那黑暗中顿住, 李沁薇, 你, 让他蹭到我半分前, 都是我对彩票之神的不敬, 吃瓜群众看饱了戏, 满意地开始离场, 这场本就不光彩的婚礼, 就这样在黑暗中草草结束, 婚礼之后, 我总是害怕撞见那对冤种夫妇, 总感觉看多他们一眼, 我的财运都会偷偷溜走, 所以当魏然趁着出差走秀, 邀请我去度假时,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在海边的别墅呆爽了, 我索性买了几状投资做民宿, 这天早晨我煮着咖啡, 远远就听见摩音般的笑声, 我以为是自己没睡醒, 猛然灌了一壶咖啡, 下一秒, 甜腻的声音传进耳朵, 我猝不及防地吐了, 老公, 这里实在太棒了, 不愧是你, 前夫哥抱着新人, 匿匿歪歪闯了进来, 见到我那一刻, 吓得怀里的人都掉在地上, 你怎么在这, 你该不会是偷偷跟着 我们来度蜜月的吧, 没想到你这么放不下我, 可这也太变态了吧, 看着前夫哥脸上 暗暗的小得意, 我真的解释不了, 这大概就是报复的代价吧, 学生妹紧急打断了 她老公的念想, 她怎么可能有钱来 这种私人会所, 怕不是冲惯了大头鬼, 结果欠债还不上了, 偷渡来打黑工的吧, 我看着手里刚拿起的扫把, 更加解释不清了, 既然如此, 你就把行李搬上楼吧, 把我服务好了, 说不定我会给你小费, 前台员工主动凑上去接行李, 想要帮我救场, 学生妹却力声打掉她的手, 我就要她来, 你听不懂吗? 我们可是包场的客人, 包场, 可是我今天明明约了 原屋主签约, 应该没有预定才对啊, 我给前台眼神示意, 大家默契地演起戏来, 她只高气昂地站在楼梯前, 等着看我的阳相, 走吧, 我要住三楼顶层, 你可别碰坏了我的行李箱, 那可是限两款, 我轻松接过行李, 转身走向了楼梯旁的屏风, 随着百件扭动, 屏风缓缓打开, 露出了电梯的真面目, 现在这种顶级别墅 一般都配备了私人电梯, 客人您请, 我静止走进去, 微笑看着目瞪口呆的小妹妹, 吃了没见识的亏吧, 土鳖, 泄了气的小妹妹安静了好一会儿, 直到晚餐时分才露面, 前夫哥本来要带她出门吃饭, 上一秒, 她还声嘶力竭地在客厅嚷嚷, 米其林大餐好期待, 下一秒, 她看见直升机送来的顶级和牛, 闭了嘴, 我要吃这个, 目睹了直升机的架势, 前夫哥可不敢冒这个险, 老婆, 我都已经预定好了, 我善解人意地解围道, 不好意思, 这个是贵客预定的, 不方便哦, 你骗谁呢? 今天我们包场, 还哪来的客人? 你不就是想抬价吗? 我给你双倍, 再给你两百块小费, 总够了吧, 我真是恨我赚不了这个钱, 因为这和牛是原屋主特定空运过来, 为了庆祝我们签约顺利的, 我默默吞下泽水, 我默默吞下泪水, 实在抱歉, 我真的做不了这个主, 吵闹间, 屋主正好赶到, 这下我总可以松一口气了, 怎么还有人来? 不是包场吗? 小妹妹拦着人不让进来, 气势汹汹地闹到前台, 你们黑心商家还收双份钱, 叫你们老板出来, 要说老板吗? 现在还不是我, 老板正被他拦在门外呢,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解释, 前夫哥却战战兢兢地 跑到屋主面前鞠躬, 老板, 您怎么来了? 老板, 真老板, 我想遍了这辈子最悲伤的事情, 还是没能忍住涌出嘴角的笑意, 老板你听我解释, 屋主微笑着等他的解释, 但前夫哥憋了半天, 一个借口都说不出来, 因为他只是个帮老板跑腿的马仔, 却趁老板不注意, 打起了闲置别墅的主意, 顾不上老婆的怒气冲天, 前夫哥就快跪下抱着老板的腿哭了, 幸好老板夫人人好, 和颜悦色地出来打了圆场, 好了, 今天来谈合作本事大喜事一件, 正好我们请了大厨来做私房菜, 你们新婚燕耳的, 就留下来一起庆祝吧, 小妹妹不由眼前一亮。 傲娇得不再闹了, 前夫哥感激替灵地退下, 老板夫人惊喜地拉起我的手, 倒是没想到, 我们的合作伙伴竟然这样年轻有为, 然而他这样夸张的客套, 不禁让我怀疑自己是高价接盘的大冤种, 本就在气头上的妹妹, 这下简直酸气冲天, 就这都能叫合作伙伴, 也不怕拉低档次, 有些人可别把客套当真了, 一个前台还能让你上天, 前夫哥彻底怕了, 你能不能给我消停会儿, 他竟只捂着新婚妻子的嘴灰溜溜回房了。 这一晚, 小妹妹终究是没能吃上他心心念念的顶级和牛, 小妹妹气势汹汹地起了个大早, 大概昨天让他吃的瘪没能好好消化, 刚起床就奔着前台泄气来了。 你,给我安排好今天的行程, 安排不好小心我投诉你, 送上门的生意没理由不做。 想了想前天买的游艇, 还没开过呢? 入会,船长, 码头费就已经大大花了一笔, 索性就在他这赚点保养费。 刚好我们新定制的游艇套餐有折扣, 最合适你这种青春靓丽的美女了, 果然一打开某书上的摆拍照, 小妹妹就一不开眼了。 看着还行, 就这个吧, 刚忙完回来的未然忍不住了, 出生野鱼, 你知道租游艇多贵吗? 要你管。 反正我老公付钱, 小妹妹正满意地准备离开。 突然又转过身来邪校, 你还没上过游艇吧? 我大发善心, 让你开开眼界。 只要你将我伺候好了, 一天还可以给你一千小费, 我发誓, 绝对不是我前引发作。 主要是想看看他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未然放心不下, 只能无可奈何地跟上了船。 这样充大款的时刻, 前夫哥自然不会放弃讨好老板的机会。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这游艇正是老板家邀请入会的。 所以当前夫哥大力吹嘘, 他借游艇的朋友多么牛时, 我们只能彼此默契地对视一笑。 刚走进船舱, 小妹妹就开始了她的表演。 这么小, 甲板下都是奴隶呆的吧? 我可不下去, 说吧, 非要往二层上去。 正五的太阳正是火辣。 才不过半小时, 小妹妹就打了退堂鼓。 然而船舱里为二的房间 都已经被我们占领了。 小妹妹吃了哑巴亏, 有苦说不出, 见八戒不成, 前夫哥又响出了新花招。 老板, 我记得您最喜欢钓鱼了, 我恰好准备了鱼竿, 咱们钓一手, 来了兴致的老板, 看了一眼他掏出的鱼竿, 脸色突然暗淡, 礼貌地微笑拒绝了。 就连我这外行都看得出来, 那鱼竿跟小孩子的玩具 没什么区别。 幸好我记得这游艇买来时, 正好就送了一套吊具来着, 当这前夫哥的面便找了出来。 老板刚看见就两眼发光, 这套可是限量版啊。 你怎么这么有眼光, 您要是喜欢, 就送给您吧, 前夫哥难以置信的大话, 这船上的东西是你想送就送的吗? 待会儿要我们赔钱怎么办? 我和老板心知肚明地笑了笑, 没关系, 我就是感谢罗总给我这个机会, 就算在我账上好了, 这番操作下来, 前夫哥被彻底置得目瞪口呆, 同样是拍马屁, 他可真的是拍到马腿上了。 前夫哥抓耳挠腮, 想半天才找到台阶。 老板, 听说您钓鱼技术特别厉害, 我特地去学了几节课, 还请赐教, 但是他这几节课 好像光顾着血甩鱼竿了。 最坏的一次, 鱼钩子只往老板脸上甩去, 幸好魏燃就在一旁, 及时钩铸线, 才没有酿成血剑当场的惨剧。 这一片海域 以山鱼为代表的小鱼为主, 不适宜频繁下钩, 老板本就已经被前夫哥烦得不行。 见有真正懂行的人来, 顿时兴奋起来, 魏燃顺着台阶下, 便参与进来。 不出半小时, 就已经帮老板搞到两条大丰收。 忙了半天依旧空军的前夫哥酸溜溜, 是不是我这位置不太好啊? 我换一个, 可没有人回他。 就连他挚爱的小娇妻也嫌丢脸, 躲回船舱去了。 后来, 小妹妹实在看不下去 老公端茶倒水, 热脸贴屁股, 索性以拍照的借口。 将前夫哥叫走了, 悲催得是, 还不愿意放过我。 插着腰使环, 你过来给我们拍照, 未然看透了他们的套路, 维护道, 我好歹是个模特, 算半个专业的, 我给你们拍吧, 小娇妻不依不饶, 我付过钱的, 我就要他拍, 不就是想在我面前秀恩爱吗? 倒有谁还不会了。 我硬气地接过相机, 大胆递上了战场, 前夫在靠近点, 前夫手搭在腰上, 对, 前夫的脚再凑上去, 很好, 越听越是奇怪, 小妹妹脸一黑, 你叫谁前夫呢? 我装作无辜, 可他是我前夫啊, 其实如果只看原片效果, 除了游了点, 还看得过去。 关键就在于, 年轻小妹妹怎么可能不辟图? 我故意让前夫哥紧紧靠在所有要辟的位置, 将小妹妹气个半死, 好不容易挑出来几张发朋友圈, 焦点却不在他身上。 这游艇背景怎么感觉这么眼熟啊? B, 我好像前几天才见过。 对对对, 不是沁薇买的游艇吗? C, 薇薇姐这么大气, 什么时候也让我们上船玩玩, 当天的婚礼群礼瞬间炸开了锅。 刚买那天我发了个朋友圈纪念, 忘记屏蔽以前的同事老友了。 照片很快就被扒了出来。 我正给游艇喷上名字缩写QW, 我本想着, 这下真的洗不清了。 暴腹的事实可能要被发现了。 没想到小妹妹的脑回路却格外清奇。 小仙女, 别逗了, 她只是个打工的, 蹭会所的船炫富呢。 小仙女, 我现在就在船上, 有的人为了一千块钱小费, 卑躬屈膝, 情势一秒反转, 群礼立刻捧场。 C, 我说呢, 怎么就一夜报复了? 这年代, 竟然还有人玩这套? D, 就是, 不像咱们续歌, 是真的有钱。 昏结了两次不说, 还能出国蜜月呢? 看着群里的风向转变, 这下, 我可松了一口气。 要是被这群人缠上了, 我可不得被扒一层皮。 小仙女, 你们等着吧, 我待会儿还要去扶钱, 给你们返照片, 扶钱。 我们这可没这个服务啊。 老公, 我要去扶钱, 今天的游艇本就让前夫割大出血。 更何况, 他还没在老板面前表现, 现在脸都快愁地扭成一团了。 他偷偷瞟了一眼我们的脸色, 将老婆拉到角落, 我没带那么多钱, 可话已经放出去了, 小仙女怎么能食盐呢? 我帮忙开拖道, 扶钱是要挑海域的, 更何况我们船上也没有教练, 那就开到能扶钱的地方去啊。 此时, 天边已经开始出现层层叠叠的黑云。 船长向我传话, 天气并不乐观, 可小仙女却不依不饶, 甚至站在船弦边故意往外谈。 要是不去的话, 我现在就跳下去, 这片海域深不见底, 海面之下更是暗流汹涌。 眼看着她激动地手舞足蹈, 我是真的不敢冒这个险。 大海之中, 想来她也认不出方向, 索性就假装答应了她。 本来计划很顺利, 可是当海岸线逐渐清晰的时候, 小妹妹却反应过来了。 不是去海岛吗? 什么意思? 你们骗我, 发现了真相的小妹妹瞬间暴走, 我们来不及阻拦, 她便直奔控制时去。 我让你们骗我。 谁都别想好过, 她猛然将方向盘抢去, 船长没能防住。 船身刹那颠簸, 挤进侧翻。 在场人员刹那全盘摔倒。 最倒霉的药鼠前夫哥, 站在靠门口的位置。 摔倒不说, 还被甩开的舱门狠狠加了脑袋。 幸好船长在最后关头稳住方向。 等我稳当地站起来, 未然以眼疾手快地控制住小妹妹。 我立刻帮忙, 将她控制在角落里, 顺手给她套上救生衣。 即使双手背负, 依旧闹腾个不停。 你们干什么? 你的一千块小费还想不想要了, 还敢跟我提小费? 我没跟你要损伤费就不错了。 真以为我稀罕你这点钱。 你已经涉嫌故意伤害, 不想坐牢就乖乖待着, 才刚到法病结婚年纪的小女孩, 提到坐牢终于怕了。 泪眼汪汪地看向前夫哥, 老公, 你怎么忍心看我这样被绑起来? 你快帮帮我。 幸运的是, 刚刚这一家, 前夫哥的脑袋是清醒了不少, 没有屈服。 然而危险依旧没有排除。 刚刚这一损伤, 游艇的发动机似乎出了问题。 船长必须到舱外查看, 最好有一个人辅助。 然而因为小妹妹的闹剧, 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 黑云已然包围了我们的上空。 此时, 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 海面一浪比一浪高。 时间紧迫, 船长问道, 你们谁跟我去, 前夫割装作没听到一般, 屁滚尿流地躲回了船舱。 熟悉水性的蔚然 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 情况紧急, 我急忙赶往储存室, 将剩余的救生衣全部拿出, 派发到每个人手上。 船身愈发地颠簸摇晃, 船长二人迟迟未归。 就连见惯大场面的老板夫妇, 也不由忧心冲冲起来, 心里的担忧逐渐浓重。 我翻出无线电, 回想着前几天临时学的专业程序, 发出求救信号。 前夫哥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做完这一切,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淡然回忆一笑, 你不知道的, 可多了去了, 幸好我们分工得当, 处理及时。 游艇很快就恢复了工作, 一路惊心动魄, 总算回到了岸边。 船长疲惫地抱怨道, 老板, 您这次可真的要给我加工资了, 我是真的十分抱歉。 毕竟工作而已, 谁想到还要拼上命呢? 不好意思。 我一定给你补偿, 这个月按照双倍发你, 目睹了全城的前夫哥彻底猛了。 这船真的是你的呀, 小妹妹笑道, 得了吧, 赔偿还不是蹭着公司的钱, 就不要自己装扩牢, 船长看不下去了。 老板, 我一向很敬重你, 也没必要和别人解释游艇是不是你的。 但要是您的客人都是这种货色, 那我可是要加三倍工资的, 我以我的存款保证, 绝对没有下一次。 小妹妹怒斥, 你说谁货色呢? 买了游艇了不起啊,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 毕竟这游艇可比他三来的破房子贵多了。 前夫哥气急败坏地指着未然, 你哪来那么多钱? 该不会是跟着他赚那些肮脏钱吧? 我看中的男人怎么能受气呢? 我赚得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 转头变像小妹妹, 倒不像你, 和你妈一样, 爬上别人家的床是遗传的天赋, 前夫哥正想发作, 可他整顿休息好的老板正好走过来。 老板夫人走上前来, 握着我的手。 请微, 这一次多亏有你们在, 我们才捡回一条命, 这两套房子, 我们决定再给你优惠一百万, 就当是交个朋友。 没问题的话, 我们马上签约, 那我可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 前夫哥彻底破房了, 拦在老板面前, 老板, 不能签。 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 我们刚离婚时, 他还借了高利贷, 他就是个大骗子, 嗯, 他说得好像也不完全错, 确实骗了, 只不过骗的是他。 经过游艇一回, 老板已经对前夫哥没有了脾气, 你再叫我做事, 你当游艇入会的燕姿都是假的吗? 前夫哥彻底捏了, 当然不是, 小妹妹叫嚣道, 你哪来那么多钱, 你是不是偷偷转移财产了, 离婚协议是你定的吧? 车子房子我一分没要吧? 甚至, 你这么多年的奖金专利所得, 我一点都没有追究吧。 到底是谁在转移财产, 前夫哥憋红了脸, 不敢再对质。 小妹妹却将矛头转向了前夫哥, 什么专利? 你不是说所有公司合同都给我看过了吗? 前夫哥匆忙地捂上了小妹妹的嘴, 好像挖出了大褂。 我转身向老板, 既然我们已经是朋友, 就向您提点建议。 当初离婚我没有到公司大闹, 想的就是必须公司分明。 可如今公司机密泄露, 可是大事。 这样的人品, 您真的还敢用吗? 老板陷入沉思。 其实前夫哥业绩一直不错, 肯拼肯干, 这也是我当初支持他异地的原因。 没想到人品败坏, 终究落得这个结局。 前夫哥扑通一下, 再次跪倒在老板身前。 老板久久没有给出答案, 趁着天气稳定。 我索性就给了个台阶, 送他们夫妇离开了。 前夫哥慌忙追上去, 却被小妹妹拖住了脚步。 我们在蜜月呢? 你要去哪? 前夫哥终于受不了了, 有病吧你? 工作都没了。 还度什么月, 小妹妹还是第一次 被老公这么狠骂吧? 瞬间梨花带雨, 你敢追上去, 我就离婚, 离就离, 这台词怎么听着这么熟悉? 小妹妹还是死死抓着她的脚。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渣男是狠狠地踹在她手上, 才得以脱身。 再听见妹子的消息, 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了。 据说前夫哥为了挽回工作, 还真的干脆利落地离婚了。 可即使人没了, 工作也依旧是丢了, 落得人才两空。 为了不离婚, 妹子在朋友圈闹得人尽皆知, 却只落得个被群嘲的下场。 伯父嫌妹子丢人, 草草地丢回了乡下。 不出一年, 便在老家嫁给了中年二婚男。 而我跟着魏然满世界走秀, 这些年已经跑了不少国家。 遇到有合适的, 就买下心爱的小房子。 每天最大的快乐, 就是听群里员工说世界各地的八卦。 其中最有趣的, 莫过于花店员工的消息。 据说, 前夫哥每天献殷勤地到花店买花, 买得还是最便宜的满天星。 买了却装模作样地不拿走, 说是送给花店老板的。 员工精准评价。 怎么会有这样的傻子? 我一边看着手机乐呵, 一边接过魏然滴来的朱丽叶玫瑰, 默默在群里回了个赞。 请不吝点赞。